第六节内部债权债务的合并处理 内部债权债务指的是谁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 像应收应付账款应收应付票据 预收预付账款应收应付鼓励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等这些事项 其实就是内部往来仗 内部是哪一个内部集团内部 比如说母子公司之间子子公司之间 只要是集团成员之间的内部债权债务 到了合并报表中 我们来怎么处理就要编制底销分路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比如说母公司应收子公司一百万 在母公司仗一看应收一百万 在子公司仗一看 应付一百万 但是拿过集团合并报表一看 要直接合过来是一个应收一个应付 那问题就来了 你要站在集团角度说应收应付时 那应该是集团应收外部第三方 或者应付外部第三方才能叫集团的应收应付 那现在从集团视角来看 母子公司之间的应收应付是不承认的 不承认怎么办 只要是内部债权债务上来就抵消 借应付账款 代应收账款 抵了 人说抵了来得很干脆 说抵就抵了 但有个问题出现了 假如说你把内部的应收账款抵消了 你应收账款曾经既提过坏账准备怎么办 那肯定的 应收账款抵了 坏账准备也得抵 但坏账准备怎么抵呢 我给大家逐一的来说 比如说今年是第一年 言外之意是没有上年 这是第一次 假是母公司 以是子公司 假应收以100万的应收账款 这是内部债权债务 那么在编和报表时 怎么编 借记应付账款100 代记应收账款100 先把债权债务抵消 如果假已经对这笔应收账款 假设提了10万的坏账准备 为了好三账10万 既然内部债权债务没了 以内部债权应收账款 记提的坏账准备也得抵消 那抵消时怎么抵消呢 记提时是借记信用减的损失 代记坏账准备 那抵消时应该是借坏账准备 代记信用减的损失 由于坏账准备 我们用应收账款 或叫应收款项来代替 那就代记的是信用减的损失 借应收账款 代信用减的损失 我们就把10万的坏账准备抵消了 那你要抵消了坏账准备 你因为当初记提坏账 你要有迪安所的资产呢 同样 假如说你曾经记提过 2.5万的迪安所资产 你把迪安所资产也抵消 你代替迪迪安所资产 借记的是所得的费用 迪安所资产也抵消 那就成了 这是第一年 我们继续往下说 如果到了第二年 我们应收账款 已经变成了150万了 会让准备变成15万了 那那怎么办 第一件事很简单 借应付账款150 代应收账款150 只要有内部债权债务 不论原因 上来不分青红皂白 一概把它抵消掉 内部债权债务马上就抵 然后再说那坏账准备 这15万的坏账准备呢 你得想法分清楚 上年过来多少 今年新提多少 由于你当初有10万的坏账准备 现在变成15万 我们可以合理的认为是 上年那10万的坏账准备 继续延续到了今年 我们又提了5万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15万分成两块 上年的10万和今年的5万 那上年的10万怎么抵呢 借应收账款 代季 原来是信用减值损失 现在叫年出费分利润 这10万是年出费分利润 那今年那5万呢 借记应收账款 代季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属于上年的换成年出费分利润 属于本年的直接走信用减值损失 成了 人说那咱再来一年 再来一年 如果第三年变成50万了 换成准备变成5万了 那这时怎么办 50万借应付50万 代应收5万 先把它冲掉 再说这5万 这5万我们得看成什么样 看成是上年的15万 今年呢 你冲回了10万 所以才是5万的 那么你上年的15万 我们接着冲 借应收账款15万 代季年出费分利润15万 而你今年冲回这10万 咱可得慢慢来啊 咱慢慢来 提坏账时 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季坏账准备 冲坏账时 借记坏账准备 代信用减值损失 把冲坏账再抵消回去时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季的是 坏账准备 所以你把这冲回这10万的坏账准备 抵消时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季营收账款 当然这里边涉及到所得税的 我们依然要是 每一项都要按照所得税来走 所以说内部债权债务的抵消 关键的问题在于哪里 不是说上来把债权债务抵消 那事谁都会 关键是坏账准备 一定要看清楚 上年多少 当年多少 对于上年的延续了抵 对于当年的 我们怎么抵的问题 好 针对上述内容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例题 好 我们来看例题 09年 12月31日 甲公司有一笔应收子公司 物公司的款项3000万 3000万是内部债权债务 是07年向物公司销售商品行程 物公司已将商品在07年 对某集团外部独立的第三方销售 那么08年对该笔应收账款 即提了800万的坏账准备 08年提了坏账 考虑到物公司09年 才会状况进一步恶化 甲公司09年对应收账款 进一步提了400万的坏账准备 那这表明这个内部债权债务 08年提了800 09年继续提了400 你要在09年抵消的话 有上年的有当年的 我们来看要求 那么本题啊 有关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率都是25% 且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价税 所得额来抵扣可抵扣三产 以不考虑所得税以外的影响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09年合并报表的抵消份录 那么这里边呢 他说到了内部商品交易 但只有销售价款 没有成本问题 所以无意让你去抵消 内部商品交易的 但是他却让你说到 抵消坏账的了 那这个09年的抵消份录 怎么写呢 首先 内部债权债务3000万 先来先抵消 借盈付带营收3000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坏账准备 这里面的800是上年的 400是今年的 得上年的时候 借记 也就是上年底的那800的时候 借记 营收 代记呢 信用权损失 那么到了今年就变成了 借记营收账款 代记年出未分利润 抵这400的时候呢 借记营收账款 代记的是信用权损失 但是上年那800 我们要确认的地研锁资产是 800的25% 那是200万的地研锁资产 上年要冲回地研锁资产的 冲回地研锁资产的时候 我们会代记地研锁资产200 借记的 到了今年就变成了年出未分利润 而今年的400要冲减 100的地研锁资产时 我们是代记地研锁资产100 借记的事 所得是费用 上述抵消分路 应该就是这些 来一起看 首先 这已经说到09年了 还是内部债权债务 抵消借应付账款 代应收账款3000 然后抵消坏账810 借应付账款800 代年出未分利润 这是代替了上年那个 信用权的损失 然后你冲点颠锁资产时 代记颠锁资产200 借记的是年出未分利润 这代替的是所得是费用 好 这说的是08年 再说09年 09年我们要充一个400和100的问题 充400时 借应收账款400 代记信用减值损失 这是当年的 所以不用换成年出未分利润 那么充减这400对应的颠锁资产 借记所得费用100 代替颠锁资产100 这就成了 也就是说呀 我们面对的内部债权债务 上来先把内部债权债务抵消 如果有坏账准备的话 一定看清楚 有上年多少 本年多少 上年的 我们设计到信用减值损失时 全换成年出未分利润 本年的 那该怎么抵怎么抵 同时你要是把坏账准备抵消了 你因为计题坏账准备 曾经确认的那个地盐锁资产 要同时把它抵消 这是连带的 什么叫连带的呢 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拔起了萝卜 带起了泥 这就是连带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综合题 09年10月 甲公司将生产的一批A产品 出售给女公司 该批A产品在甲公司的 账面价值是1300 出售给女的销售价格是1600 那行了 如果写 抵消分路的话 借营业书1600 带营业成本1600 老师真的吗 就这么快 看见没有 按内部销售价格赶紧写 那么如果积压债库 这就是300 借营业成本带存货 看是不是这样积压债库 接着看 乙公司将该商品作为存货核算 到09年末的时候 尚未对集团外部独立地产房销售 相关货款 尚未支付 成了 借营业成本300 再存货300 相关货款 尚未支付 那你的这1600 没支付 借营付1600 带营付1600 内部债权债务也有了 甲公司对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 按余额5% 寄提坏账准备 1600的5% 寄提了80 先寄提80 那么要是寄提了80万的坏账准备 很显然 内部债权债务都抵消了 这个坏账准备也得抵消 80万怎么抵 借记应收账款 代记信用减值损失 也给抵消了 那么你要把这个坏账准备抵消了 就得把坏账 这80万确认的地研索资产 20万也得抵消 当然前面那300万的25% 75万的地研索资产要确认 这里面有需要确认的地研索资产 有需要抵消的地研索资产 这各算各的就成了 来看 本题中有关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率都是25% 且预计未来前有足够的应价税 所得抵扣可抵扣 在这些差异 不考虑出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根据上市资料 编制09年的 得消分落 来 借业业数带资产成本 没问题吧 借业业成本带存货300吧 借丁索资产带索的费用75吧 你看了以后是不是都陶醉了 为什么 规律性多强 知道是怎么来的吧 刘老师不想让你知道 这里到底谁是谁 关键是想知道这个规律是什么 规律要会的话 换成别的题 你上来也是这么做 数遍一遍而已吧 那再看那个内部资产贷物的 借资负贷营收1600 然后借资资产口80 借资金算是80 然后你冲减锁的瑞士 借锁的费用20 带电锁资产20 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七节 内部固定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其实有了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内部固定产交易在很大方面和它有一致性 当然内部固定产交易本身有其特殊性 我们来几体看一下 什么是内部固定产交易呢 同样从立体入手 甲公司是母公司乙公司子公司 假如说今天甲公司将价值80万元的商品 按100万卖给了乙公司 但乙公司做固定资产来核算 并且使用年限5年 残值为0 直线法折旧 那么我们看看甲这边做了什么 甲把80卖出去收100 所以确认收入100 结算成本80 再看看乙那边 花了100买来的 借固定产100 当然这里边一边是减转存货 一边减转固定资产 从整个集团来看 仍然是多了 营业收入100 营业成本80 还有固定产价值中的20 从集团来看是多了的 为什么呀 同样道理 你做固定产更积压在库了 当然 如果你发生了折旧 那折旧本身 我们算作是实现 因为你一折旧 变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 可能就实现了 所以那是另当别论 那现在我们要编底销分路的话 对于你内部商品交易 取得的固定资产 这个底销分路 那就是借营业收入100 带营业成本80 带固定资产20 这是第一个底销分路 好 我们再看 当写下这个底销分路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后续呀 这固定资产 在子公司那 它是要折旧的 那么从集团层面来看 80万的固定资产 按五年折 一年呢 是16万 但是要是在人乙公司那 人家的100万的固定资产 五年折 一年折20万 所以这个折旧 每年从横报表层面来看 如果你直接把乙公司那折旧 20万带进来的话 每年多了4万 那我们怎么办呢 来一起看一下 第一年 第一年写底销分路时 建议业收入100 带营业成本80 带固定资产原价20 是这样的 然后你把第一年 多提的折旧给抵回去 不是要抵折旧 是把多提的折旧抵回去 那多提了多少呢 由于我们这里有 卫山内部商品交易的损益是20 80卖100 也就是毛利养 一共是20 那么要按照五年折旧的话 每年是多折了4万 所以多折这4万呢 折的时候 你要是管理用固定资产 借管理费用 代记累计折旧 那你要是你把它抵消呢 你就借记累折旧 代管理费用吧 由于我们抵的不是分路 不是科目 是项目 所以我们是借记固定资产 你可以标示一下 这叫累计折旧 代记管理费用 借固定资产代记管理费用 我们就把这个折旧给抵回去了 那么第一年这么抵了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 第二年的时候 第一年做过的分路 还得重新做 只不过把损益啊 变成年初微分利润 你盯着看 第一年的营业收入100 营业成本80 那就变成了 年初微分利润20 代记固定资产20 第二个抵消分路呢 借记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4 代记年初微分利润4 这是第二年 先把第一年的分路写一遍 然后把第二年的抵消分路再抵 第二年只需要多提折旧抵掉 所以第二年抵消分路是 借记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4万 代记管理费用4万 第二年有了 那第三年的呢 告诉大家 第三年的抵消分路的第一笔 还是借记年初微分利润20 代记固定资产20 第二笔呢 是前两年做过的 抵消那个折旧 前两年呢就是8万 一年一个4万嘛 8万 那就是借记固定产8万 代记年初微分利润8万 第三年当年的是借记固定产4万 代记管理费用4万 这是第三年 那第四年呢 第四年的第一个分路和第三个分路是一样的 中间的分路把8万变成12万 有时那第五年呢 第五年把中间的分路变成前四年的 4416 有时第六年呢 都一样了 因为第六年 我们整个就下来了 所以呢 那等于是啊 超零使用 后续超期时 怎么办 咱后续再说 所以这里面 假如说你是80万 卖了100万 这个鞋抵消分路时 先把内部的 未实现的那20万抵消 然后每年把多题的折旧抵消 依此类推 逐年去做 这就可以了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年间往下走的问题 当然 这仅仅是内部固定产交易抵消的一个最基本原理 在考试时 它可能没这么简单 比如说 涉及到该抵多少折旧时 它愣不按整年 比如说它是6月26号取得的固定资产 你是不是当年就得半年了 你这一出半年 每年都是半年来走了 所以你在抵消累积折旧时 它就可能有半年的问题 当然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 同样有所得税的问题 同样有逆流交易的问题 跟存货的类似 咱只能多做题来感受这些东西的存在 好 我们来看 那么固定资产要是处置清理呢 或者出售呢 我们分成三种情况 一种是期满清理 一种是提前清理 还有一种是超期清理 当然也可以分成两大类 就是超期不超期 只要你期满或提前都叫没超期 没超期的清理 咱怎么写抵消分路 要是没超期的时候 比如说 80万商品 卖了100万 第几年卖掉的呢 比如说咱们是 第三年卖掉 要是第三年卖掉的话 那抵消分路怎么写 我们说的是清理的抵消分路 那么如果是第三年卖掉的话 你就记着 先把第三年的正式的抵消分路写出来 刘老师教你敲门了 正式抵消分路怎么写 第三年的 借年初微分率20 带固定资产原价20 借记固定资产8万 带记年初微分率8万 你不是第三年 这前两年不是8万吗 借记固定资产4万 带记管理费用4万 写完了吗 写完第三年的正常的抵消分路之后 你把这里边设置的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统统的换成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人说老师不对 资产处置损益 你说那叫科目 我们这里用的是报表项目 资产处置收益 这是三年报废 我四年给他卖掉 完全一样 就是把第三 把中间的分路换成是12 五年 要是五年的话 就期满败 就是把中间的分路换成4416 其他一概一样 这是把它给卖了 你就把固定产换成资产处置收益 要是报废了呢 报废赚了 换成营业外收入 报废赔了 换成营业外支出 那我要超级清理 我呀 一共五年 我 第六年 先说第六年 你要是第六年还在用的话 你这底下分路还得写 只不过呢 你原来那仨分路就变成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第六年的话 当年他已经是 起码了 不再提折救了 没有折救了 他只能剩下俩分路 第一个是借年出费分率20代工厂20 然后把前五年的借记工厂累计得救20代记年出费分率20 因为你第六年前五年的都是过去的了 所以就这个 你说第七年使用还是他 第八年使用还是这个底下分路 你说第九年我把它处置了 看好了 从超级后的第一年 第六年开始 从第六年开始分为两项 就是他 以后清理时不再单独进行抵消处理 也就是说 这个固定资产 你要是在第六年还用 刚才那仨抵消分路变成了俩 因为没有当期了 超期了就不提折救了 以提足折救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不再提折救 还记得这话吧 但他有俩 你要是第六年超期 第七年卖了呢 你只要一出售 不写抵消分路了 为什么呀 因为 之所以还写这点分路 是因为你那实物还在 一旦实物不在了 抵消分路也就没用了 一切都已经实现了 所以就不再单独进行抵消 我们来继续看 综合题 09年的6月20号 看好了啊 6月20号有文章 假公司以2700万元 自子公司 丙公司 购入了丙公司原自用的设备 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有门道 6月份跟折救有关 购入 子公司的 这就是逆流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所以当年的折救是半年 这里边还有逆流的问题 该设备是 丙公司 06年12月份 以2400万元取得 远预计守10年 预计请参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题折救 未发生减值 那么这就说明 这个设备啊 在丙公司这儿 06年取得 那么当时是2400万 从什么时候开始折救的呢 07年 07 08 09 再加半年 一共是折了两年半 10年折就 折两年半 一年是240 因为是直线法 参值为零啊 一年240 两年480 两年半是600 2400折去了600 还剩下1800 剩1800 卖多少钱 卖了2700 多卖了多少 多卖了900万 这900万 是我们说的 未实验内部交易损益 首先要把这900万充掉 然后再充当年多提的折救 那么当年多提的多少折救呢 你要用900万来考虑 甲公司取得该死产后 预计尚可使用7.5年 900万按照7.5年去折救 预计残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救 当然这是半年 再除以2 那相当于是除以15岁 再折多少 折60万 当年他要折60万的折救 900除以7.5再除2 这是当年折救60万 我们要编底条分路的话 首先是借记 因为这里没有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 直接卖的是自用设备 是处置固定资产 所以我们直接冲减的是资产处置收益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900 代记固定资产原价900 这个道理跟刚才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是一样的 同时把多提的折救给冲回 提折救时借管理费用 代记里折救 冲回时借记固定资产 累计折救 代记的是管理费用 多少钱 60万 那你是冲了一个900利润 同时补回一个60的折救 同时又调回一个60的折救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本题中 有关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都是25% 并且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用来抵减科技和资产差异的影响 报考里出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假定假公司持有丙公司80%的股权 言外之一等于告诉我们少数股东拿的20%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假公司09年合并报表中的有关抵消分录 我们来几看 首先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是900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当年多题的折救是一共是60 我们也算出来了 所以抵消分录是借记资产处置 稍益900代替棍产原价900 同时抵消你多题的折救 借记棍产累计折救60代替管理费用60 整个固定资产我们是减少了840 先减少900再给调回60 所以减少840 固定资产减少了840 这个你的账面价值减少 计税基础并不买账 所以计税基础高于账面价值840 形成的是可抵扣资产性差异 如果确认的话 确认是低延所的资产 840%的25% 确认是210万的低延所的资产 你来看 借地点索资产210 代替所的费用是210 另外我们别忘了 这是一个逆流交易 那么在逆流交易之下 刘老师提醒大家 把该处理都处理完之后 再说少数股东权益 为什么呢 因为少数股东权益 跟子公司的净利润抵消有关 只有把所得税都考虑完之后 才可以说净利润的事啊 所以最后才涉及到净利润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上述的抵消分路 首先呢 让子公司的净利润减少了900 这900是怎么减少的 你来看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那在借房 所以它是净利润的减少900 但是紧接着 要是贷进了管理费用60 这是费用在贷房 这是利润增加 所以减900加回一个60 然后贷进所得的费用 又加回一个210 实际上总的让子公司的净利润减少了63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由于当初我们拿长期股权投资 抵消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时候 那个所有者权益各项目里边 并没有考虑我们今天这个逆流交易的抵消分路 所以就使得我们当初那个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它是多计的 所有者权益的项目如果是多计的 很显然当初切到少数股东权益里的内容就多切了 当初多切了少数股东权益 现在你因为逆流交易 调减了子公司的净利润 多少 调减子公司净利润630 你就应该按照减少子公司净利润630 乘以少数股东的比例来调减当初多切下来的少数股东权益 多切下来时在代方少数股东权益 那你调减就在借方了 所以630乘以少数股东的比例20% 那算出的是126 我们借记的是少数股东权益126 代记的是少数股东损益126 也就是说你如果找准了少数股东权益 到底在借方还是在代方 对应的科目一定是少数股东损益 这个分路的借贷方正好是那一顿抵消分路中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少数股东权益 一个是少数股东损益 成对出现那个抵消分路 跟他们之间是有内在的关联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八节 内部无形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应该说呢 我们学完了内部固定产交易之后 再看内部无产交易呢 两者是大同小异略略有区别 我们来一起看 作为内部无形产交易的抵消处理原则 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先把内部无形产交易的原价中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给抵消掉 你要卖赚了 借记资产储值收益 你要卖赔了 代记资产储值收益 对应的科目是无形产原价 这跟固定产是一样的 然后再把当年多计题的累计摊销 给它冲回去 给它抵消 以后各年跟固定产类似 第一笔分路 还是你当初抵消那个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涉及到损益的转成年初未分利润 第二笔分路 是以前年度已经计题的累计摊销的抵消 第三笔分路是当年多计题的累计摊销 这个道理跟固定产的累计折就是一样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算累计摊销的时候 开始时间和固定产是不同的 固定资产是当月增加下月折 而无形资产是当月增加 当月就开始摊 另外在内部无形产抵消过程中 同样要考虑所得税的问题 同样也可能有逆流交易的问题 这些内容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来看总和题 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2018年10月2日 甲公司已向专利权交换乙公司生产的产品 甲拿无形资产换乙公司的存货 这件事情本身 我们都知道这叫非后面资产交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合并报表中 一旦出现了非后面资产交换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有一个暗藏的逆流交易 怎么讲 甲是母公司 乙是子公司 甲把无形资产换给乙 那叫顺流 乙把商品换给甲 那叫逆流 逆流完了之后 底调整少数股庸权益 这事首先你看明白 交换是甲的专利权的成本是4800 累计摊下了1200还剩3600 没有提检的准备 供应价值3900 那很简单了 甲把3600的无形资产卖了3900 你说我们这里的卫生 内部交易损益是多少 300呗 300分钟怎么走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300 代记无形资产原价300 然后再问问当年会多贪多少 那就得看看当年的时间了 08年12日 10月2日的话 从10月开始贪 10月11月12月 当年贪了三个月 300当年贪三个月是怎么贪的呢 以公司换入的专利权 作为管理用无形资产使用 贪销时借记的是管理费用 代记的是累计贪销 采用直线法贪销 预计善可使用五年 净餐值为零 那么多贪的金额是300除5 每年60 一年60 一个月是60除12 一个月是5 三个月你是多贪了15 贪销时你借记管理费用 代记累贪销 你要是抵消它的时候 是借记无形资产的累计贪销 代记的是管理费用 就成了 这说的是顺流这个 还有逆流呢 借来看 你公司 用于交换的产品成本是3480 拿出3480 没有集体地价准备交换日的供应价值是3600 相当于是把3480卖了3600 卖赚多少 卖赚了120 这就是那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这是逆流之下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么如果我们去写抵消分路的话 确认收入多少 借营业收入3600 代营业成本3600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 给对方之后 我们看看是不是卖出去 你公司另外支付了300万元 给假公司是应该的 因为你的商品质3600 人均3900 所以得给人补价300 这补价咱就不管了 假公司换入的产品作为存货 到年末尚未出售 由于尚未出售 那就借记营业成本120 代记存货120 对吧 借营业收入3600 代营业成本3600 借营业成本120 代存货120 然后你发现存货减少120 这是账面价值在减少 计税基础并不一定减少 所有形成的可抵扣三参业120 可抵扣三参业120的25% 确认了30万的地盐 所得税资产 借记颠锁资产 代记的是所得税费用 然后你别忘了 这是个逆流交易 我们到底让企业 充了多少利润呢 由于你要充的利润 首先是120 然后你回来所得税30 其实你是充了90 你让子公司净利润减少了90 持股比例是少数五冬权一乘90 你就能算出 我们要找的少数股东权一的调整 好继续看 那么上述两项资产 在10月10日办理了资产转换和交接手续 且交换资产未发生减值 来一起看 其他有关资料 甲公司乙公司均以公立年度 作为会计年度 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及其他因素 甲公司和乙公司 居然当年经济的10%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不提取任意盈余攻击 假定甲公司持有乙公司80%的股权 言外之意等于告诉我们那些少数股东 是持股20%的 所以你让此公司净利润减少了90万 那少数股东分享的是2918 所以你应该调减少数股东权一18万 借地少数股东权一18万 代地少数股东损一18万 就没问题了 你说老师你说这么热闹 真是这样吗 咱来一起看啊 要求编制18年12月31日 合并以公司曹表报表的抵消分录 来 首先借记资产处置收益300 代记无形资产 也可以写个原价 不写也成300 是你多卖那300的无形资产 借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代记管理费用15 它为什么是15呢 因为你是10月2日取得当月摊销 因为你一共多卖出300来 5年谈 一年是60 一个月是5 你从10月份 11 12 一共3月35 15 所以借无形资产15 代管理费用15 然后你来看 无形资产减少300 你又调回15 总的减少了285 那么由于你的资产减少了285 税法的计税基础并没有减少 所以计税基础大于账面价值285 形成的是可抵扣 暂性差异 确认的是低延锁资产 285的25%是71.25 所以借记低延锁资产71.25 代所得的费用71.25 给人俩吗 其实刚才我们就能算出这件事来 你争取能做到前面一看题 后面就能输出结果 真正到考试时 大家都怕横报表 其实横报表很简单 都是规律性的 你一看题 就直接把答案就能写出来 直接就能上手 当然你平时也得多练 越练越熟 熟能生巧 见题就上手 好 我们来看 作为逆流交易这块 你把348的存货 卖了348的存货 卖了3600 那么你这里的120 我们是要抵消的 当然这是一笔抵消分落 我还是建议大家写两笔 第一笔借业营业收入3600 带营业成本3600 第二笔借业营业成本120 带存货120 存货减少120 但是我们说税法并没有这样的处理 账面价值 小于的计税基础 形成了可抵扣自然差距120 120万的可抵扣自然差距 乘以25% 确认了地盐所资产是30万 借地盐所资产30万 带地所得费用30万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让子公司的净利润减少多少呢 这里边是减少了120 然后你又增加了30 减少120 增加30 你等于减少90 由于少数股东持有比例是20% 90的20% 我们算出的少数股东权益是18 所以由于你让子公司净利润减少了 所以我们要调减少数股东权益的 借地少数股东权益 代地少数股东损益 当然有人问了 说如果我编抵消分裂 让子公司的净利润增加了呢 那你得补少数股东权益 因为你一抵消 你让子公司净利润增加了 说明当初你切少数股东权益 那个所有的权益是少了 当初所有的权益少了 你切的少数股东权益就小了 所以你今天的净利润 按照持股比例 要调增少数股东权益的话 代地少数股东权益 借地的是少数股东损益 总之少数股东权益的对面 永远是少数股东损益 因为我们当初的俩大分路 就是成对出现的 他们是曾经的鸳鸯舰 这里也是一对 是同时出现的 前后连贯的 你看我们这会计有意思吧 前后连贯 你前面明白了 后面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会计有意思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